我们这个片段聊一下第三次的第三波通胀是不是有全面启动 大概有这么一条主线 但是我们要说的事情蛮多 就是聊天 因为有一些方向是有投资品种的 所以我们要先说有什么是确定的事情 当然是健身游泳是确定的 健身游泳是不会带来多大伤害的 只会给你提供很多的合理合法的多巴胺 好我知道大家也不太考虑 不太考虑我们就来聊一下不确定性高的东西 首先我们说现在中美的通胀是什么一个节奏 我们是说美国方向是这样 现在4%再继续往上走 中国的工业品包括说人民币涨价的方向 还没有全面传导到美国 然后美国自己内部 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GBS是美国最大 甚至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牛肉跟猪肉 特别是牛肉方向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供应商 然后他在美国受到了Cyber Attack 我看这个文章这么说 说是俄罗斯方向 美国白宫是说来自俄罗斯的攻击 来自俄罗斯的Criminal Organization 犯罪组织 当然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不是真是俄罗斯 我们不得知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当你虚弱的时候 你的竞争对手肯定 他只会来打压你 对吧 这个能帮你的人总是极少的 绝好的朋友最多五眼联盟能够来帮忙一下 所以说这个可能性不管了 反正就是说这个肉类 本身这次在美国方向就有上涨 那这个受攻击还是有影响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就业方向 特别是很多女性 她是不太工作了 这就让我想到就是这种好日子过久的国家 她很多人其实是有富二代的这种想法的 实际上她并没有什么钱 她只有少量的Cash现金 一拿到现金就花 一拿到现金就花 就是穷人 美国很多穷人就这样 然后他不工作 那政府给钱 这种跟负贷差不多 找爸妈要钱 然后花完 花完照继续要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想大家都不工作 当然是推高通胀 又有人抢购商品 所以这个是不好的 那我们中国发现 因为猪肉价格不断的下跌 所以最近半年 应该说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说要幅度较大的通胀 可能要等到秋冬季 也就是说 等到农历9月份之后 吃螃蟹之后的这个季节 一直到这个冬至 因为猪肉最近跌得太多 猪肉现在应该说已经跌穿了成本价 就是已经是你养猪 现在就不划算了 就是现在是6月初 那应该说从5月底开始跌成这个样子 就已经养了不划算了 那么6 7月份 就很多人应该是不会再继续养猪了 因为现在的玉米价格 还是历史较高的位置 虽然说没有到3000点 但是到2600 2600大概是两年前三年前的这个一倍 就是一斤玉米大概在一块三毛钱 那这个位租肯定是亏本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可能到90月 农历90月份 就是11 12月的时候 可能这个出篮量就会大幅的累减 所以这个也让我们比较担心 而且关键是我们现在说 就是到时候是不是说 也有可能来到5 8%的这个通胀 这个我们说中美的 现在这个形式 那我们现在接着说的就是什么 两个方向 第一个石油 石油现在突破32个月的高位 从去年 去年我们知道因为疫情的问题 油价甚至有的合约 有月份合约是处在一个负油价的状态 然后因为这个问题 石油价格去年一整年都是偏低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像我们猪肉这段时间压制了我们通胀一样 石油实际上在过去这小半年的时间 我们看到很多工业品 纸姜 这个糖 包括说玉米 小麦大豆 大豆 这些 铜 铁 都大幅上涨的时候 石油没涨 最关键的石油居然没涨 但是现在要来了 石油要来了 那么这一次现在突破70之后 美国这个油价 我们说那这个之后会不会往几个方向上走 如果它真的来 那么就是第三轮通胀的真正的表现 是吧 而且还有一个方向 我觉得的话 中美之间一直以来 就是我们压着没有冲突 对不对 但是美国这个军事牌 你说会往哪方向打呢 是吧 如果说它自己通胀很厉害的话 你想往什么方向上打 往石油牌跟粮食牌 当然是可能性的较大的 是吧 这个我们以前也聊过一下 那石油牌往哪走 石油牌 我们说跟战争搅在一起的话 实际上对中东国家发动一次 是不是 在一年之内 做一次这么一个事情 以前做习惯了 发动一场战争 局部战争 然后来拉高油价 这之类的事情 我们说就这之类的事情 那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那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这个星球的话 我们说通胀的极限 应该说是8%到10%左右 就已经不能再上去了 就再上去的话 一定是说 除非这个世界的精英 就是说我们集体罢工 我们前面说1万个最厉害的家族 就全世界 那么他们的话 这个世界 这个各个地方都很有能量 那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除非他们集体交办 说我们都不干了 这个我们决定这个卷不盖了 这个换一拨人 但是我觉得是不会 就他们得想办法 就是我一直前面说中美 包括世界很多国家 欧洲 欧盟 包括五眼联盟内部 包括日韩这些国家 如果 就是你们很有可能是要去吃光阴土的 就是饿到一定程度 光阴土就是饮症止渴 光阴 就是说你这个土 就是这个是很香的 很香的土 知道会死也要吃 那么什么时候会知道快不行了呢 就是10% 各位 就通胀来到10%就是不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合作了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10%是一个临界点 好 那如果我们从10%的这个角度倒推回来的话 我们不能超过10% 做这么一个假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4%了 是不是 那就是说最极端情况下 我们仍然不能超过10% 当我们来到5%到8%的时候 就得极力踩刹车 好 5%到8% 那就是第三轮通胀 我们第一轮可以认为是疫情恢复 第二轮认为是像这波比特币 最近这一波 包括说到粮食最近回调 开始之前一点的这个时间 租价开始跌之前一点的时间 那么这是第二轮 对吧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比特币这一类的这个暴涨 很多的这个紫浆糖类 就出现大涨 这么这是第二轮 那么第三轮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石油这一块 石油这一块 那好 那如果我们这样说算起来的话 就是说第三轮通胀如果有 那么也就是石油 它们会暴涨 暴拉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就 就我前面 我们前面说了 干脆就陷入了 The Great Depression 那第三轮通胀 还有一些表现 就最近的话 粮食价格就这两三天 美国这边方向又开始重新拉动 这个玉米的包括大豆的价格 也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 这里的话我们说 这个粮食价格就是通胀最后的一种表现 因为粮食是真正的必需品 而资产价格涨到一定程度 它最后会涨不上去 就是涨了 我们看美国房价 我之前最近看了一个文章 说这个 美国这边现在比较担心它的房价 因为超过89%的房产 在最近它的这个 价格已经是处在一个 两位数的跃升 就最近这大半年的时间 超过89%的地区 那超过99%的地区 今年一季度都出现了上涨 这个是美国方向上 那这个资产价格一直涨 那这个涨到一定程度 我们说这个就涨不动 包括说铜啊铁啊 这个很多都 就是像这种工业品 最后都涨不动 就是它越来越走向末端 最后是越来越买 就是你这个东西 都是最终的产品 我才买 就是比如说在通胀预期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抢地 对不对 这个地我们说 这个我们这个有地买 买来的话就土地 我们放的不开发也行 但是如果说你到最后 你要去买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 你当心买地开发不了 或者说你买了正在开发的房子 你最后交不了收不了房 那最后怎么办 你要去买建好的房子 而且是装修好的 而且是什么绿化都做好的 直接可以交房了 这个你才叫放心 所以我们最后通胀的时候 你可能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的买这个产品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我才买 已经是可以吃可以用的 这个才行 其他的我不管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我觉得像同很多东西 它的价格已经出在较高的位置 因为未来的话 我们很多东西 从工业品的角度来说 是没有必要那么多工业品 只要有消费级的就可以 比如说建电网 建铁路系统 建很多东西 暂时可能最近一两年 也许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它没有这个需求了 当然这个只是我的一个判断 我们总的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总结一下 就我们看了这么多东西都轮方出现上涨之后 如果我们再迎来一波上涨的话 可能就是像石油这个方向之前偏低的 而且它本身就是通胀之王 然后还有就是粮食的价格 这些最后冲高一次的话 就会来到一个我们都要去吃观音土的层面 因为我们说没有 现在全世界没有改革也没有合作 最大的经济层面上 我们没有很愉悦的去合作 不像以前这样子 然后美国方向上 我看它改革动力也很低 也没有什么 虽然打压了一下资本家 比尔盖茨他们 但是我想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也应该也改不动 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 所以改革跟合作这个事情都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说那就是通胀可能就会有第三波 我们到什么时候要到危机到吃观音土就是10%的通胀 10%通胀怎么拉动 这第三波可能就是石油跟粮食的价格 在最后充斥一波 这一波充上去之后 我想可能就我们就要好好反省一下 什么我们全能力一起坐下来好好反省一下 我们应该接下来应该怎么走 同时还有一点我了解到很多朋友可能是做外贸都知道 最近很多是爆买 其实我在大半个月前一个月前做节目就聊过这个事情 很有可能中国产品会被爆买 这里很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很多国家或明或暗 或者说出于本能就觉得可能是有通胀 那还不如钱先把钱花出去了 就是手上的钱要不值钱 而且这次我们说很有美元也出现贬值 是不是 也出现全面的塌陷 塌方式的贬值 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赶紧花出去 对不对花到一定程度美元花完怎么办 找中国借人民币 是吧打白条中国借给你 借给你 然后矿产再运过来 但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向 这是另外一个走向 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美国又不愿意的话 这是另外一个走向的事情 我们就不多说了 所以这很多分析它是处在一种 就是你不能是笃定确定的状态 你只能说有这个可能性 对吧 我们说第三波通胀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较大 多大也不知道多大 有什么确定的事情 健身游泳考虑一家 好 我们这个片段就跟大家扯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